在协会引导下 南看国中师生针对一年来的媒体试读教育课程 进行讨论和反馈 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形 并精进课程内容丰富和趣味性 南看国中日前邀请台湾放办教育协会 举办媒体素养教育师生对话工作方 带领老师和国餐同学们回顾并思考课程改善之处 奢化学习同时也练习民主对话方式 负责带领讨论的台湾放办教育协会理事长 也说明工作方进行方式 希望透过平等分享意见来凝聚共识 大声有效的沟通 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平等对话 以及是老师跟学生一起平等坐下来 去讨论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课程 变得更好的一个模式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其实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除了是 让学生重新去深化 他的媒体素养的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第二个层次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练习 如何进行民主对话 那我们认为这也是民主社会 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基础 在整个课程的进行当中 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 也就是说第一个除了是分组的进行讨论 以及会有分组的发表之外 我们也会一起进行一个收容 也就是说让各组同时也会去听到 其他组别他们讨论的内容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进行全场的共识 然后类似去凝聚大家的共识跟想法 然后形成共同的经验 就类似民主社会整个去形成共识的过程 所以它不是单纯只是分组讨论而已 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 当天参与工作方的老师和学生 也分享心得 老师认为透过工作方 能实际听到学生的真心话 对于授课调整帮助很大 同学们则认为 透过与不一定认识的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 也促进自己的表达和沟通技巧 从学生的学习 他们写出来的学习单 或者是他们的给我们的反馈 跟我们的讨论互动中 有明显的感觉出说 跟之前只是我们一股热情 去设计出来的东西 感觉更贴近学生的需求 那上次的课程 就是在最后活动结束的时候 就是他们有给一个集体的反馈 是他们觉得 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他就不会觉得辨识假讯息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所以他在课堂上学到的能力 就没有办法实际上运用到生活里 所以当时学生给的一个建议是说 他们觉得 我们也许可以试着骗骗看同学 可能像我自己是资讯课老师 所以我就设计一个 就是钓鱼网站的课程 实际上去就是盗学生的账号密码 然后再揭露这个过程给他看 告诉他说 你就是这样子被老师拿走你的个资的 所以你们在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学习如何辨识假讯息 或是学着如何看网址很重要 我觉得应该算是有用 因为还有跟别班的陌生人 比较陌生的人的意见 这样跟平常熟悉的人讨论起来比较不一样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阴导员这种带领的方式会比较容易讲出 就是所有的想法 或者是大家讨论那种感觉之类的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可能可以之后课程 就是不管是国中或高中 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去尝试 可能也会对之后蛮有帮助 就是老师坐在旁边 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就比较有讨论的空间 然后老师给出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然后可以让我们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设想 这个一样的问题 就是会有跟学生 就是学生这一平辈的想到不同的观点 有理解老师的考量是什么 或是怕学生或是什么 就是被假新闻或什么讯息给骗的这样 我觉得课程很重要 因为可能平常会看到很多新闻 或是什么就是像是会考题或学测题 也很常出现那种 就是媒体试读的问题 然后让你可以更精准的抓到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跟客观承受的事实是什么 十二南侃国中校长也说明 学校近来努力推动的 媒体试读教育课程成果 并感谢老师们四年来的努力 让学生能够扎根重要的 媒体试读知识和观念 希望工作方能促进双方彼此了解 进而设计出更好的课程 因为其实这一个媒体素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是一个 有知识有能力 可以去判读整个知识的正确性 因此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身为校长的我一定是全力支持 那也对他们所执行的成效 非常的肯定 因为可以从学生的反馈中 得知这个媒体素养教育 真的非常的落实在他们的一些 生活资讯上的一些判读 事实上今年南侃国中和台湾放办教育协会 已经合作第三年 师生们都很肯定工作方的引导思考及讨论 帮助彼此能够清楚表达意见 进而去赶上未来学弟妹们的课程 也了解如何以立夫人与和平对话的重要 介绍亭听调报道